这种水果被称为返老还童果 现在吃它正是时候 青梅酒,听起来就让人垂涎三次 尤其是剩下的接触饮品 据理时针,本草纲目,记载 青梅味干皮,可入皮,脏,肺,大肠,有收敛生经作用 用青梅制作的青梅酒,还具有排毒碱汁美容养颜汁功效哦 准备材料,青梅两公斤,冰糖一公斤,朗姆酒,白酒或青酒,2.2L 做法 一将梅子倒入盆子中 二洗净梅子,浸泡碗一点去色味 三将浸泡好的梅子倒进沥水栏里 放置在通风处,待梅子表面水分晾干即可 如果不想浪费时间,可以用厨房纸巾将梅子的水分吸干 四用刀将梅子果肉从和上削下来 五将梅子果肉铺一层于玻璃瓶底,并在果肉上撒一层冰糖 六铺一层梅子果肉于冰糖之上,再铺一层冰糖 依次类推,重复此动作至瓶子酒分满 七倒入朗姆酒,白酒或青酒,盖上瓶盖 将装有青梅酒的玻璃瓶移至阴凉处即可 青梅酒功效 一,杀菌,青梅中的有基酸可以致细菌繁殖 具有杀菌的效果,可以消炎、止泻 二,消除疲劳,青梅中的铁、磷、钢、铜、钙 新等天然矿物质和维他命成分 能够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从而有效帮助消除疲劳 三,改善体质,多喝青梅酒能够改善碱性体质 因为青梅中含有大量的钙、铭、钠等多种矿物质 可以中和血液的酸性,保持体液的弱碱性平衡,有效预防多种疾病 四,青梅酒被称为返老还童的荷尔莽 因为多喝青梅酒还能促进皮肤角质层